京都大雨水慢压川旁然大雾逃出惊动警察赶来 受到巴比伦台风影响 日本关系的区遭到豪雨袭击 造成多处河川溪水暴涨 一名上班族男子在京都市中心的压川岸边 直击一只庞大的日本大泥 男子立刻与警方联络 也将照片发到Twitter上 得到近19万民众的关注 根据HuffPost报道 4日上午9点位于京都市中心的压川 一名25岁上班族在经过京板铁道的出停柳车站 压川左岸附近时 在河岸边发现了一只巨大的日本大泥 俗称大山胶鱼 娃娃鱼 大泥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两栖类之一 目前在日本属日本国宝及一级保护动物 男子立马联络警方前来保护 不过警方到场时已经不献驼的踪迹 该名男子表示 因连日大雨 鸭川的水位大幅上升 溪水浑浊杂杂大量泥沙 他认为可能是从上游被冲刷到此地 他将照片发到Twitter上 引起大量网友的关注 得到近19万民众的喜欢和近6万次的转发 当的民众也表示从未在此地看过日本大泥 男子也在贴文上呼吁民众 若看到日本大泥请先联络警方 由专业人士进行评估是否需要有水族管保护 目前日本中央政府已派遣自卫队前往京都救灾 政府也呼吁 这波大雨可能持续到8日 民众应多加留意各地方政府及气象台所公布的 避难劝告与气象资讯 尽早避难确保自身安全 请不吝点赞订阅